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大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所谓清代雍正时期的荷叶文盘 粉彩的它的变为 粉彩呢是从康熙一朝创烧出来以后呢 那么到了雍正一朝呢 得到了这个大力的发展 而且达到了这个巅峰 那么后世呢有很多的这个仿品出现 因此呢这个我们怎么样辨别它呢 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重点 大家注意看啊 你要知道这个在官瑶的瓷器当中 它画的这些文饰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准 而且画的是非常的精细 而且它要符合啊 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 大家看那个房品 这个荷叶 叶子上啊 这些纹理 这就属于完全不符合啊 这个现实生活的 这是胡说八道 这个易造出来的都有点可笑 你说这个画师没见过荷叶 他怎么能画出这样的东西来 垃圾当中的垃圾 啊 另外呢 我给大家做这个对比 新旧的对比 要看雍正时期 它的荷叶是怎么样来渲染的 啊 大家看了对比就能看得出来 无论是在盘 在碗 在壶 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如何来渲染 咱先不说它色彩 正与不正 它这个 房品那个彩呢 过于浓艳了啊 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雍正时期 它的运染是多么的精巧啊 精致 那么这个房品啊 做的就是差距十万八千里 通过这几个对比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吧 而且这个叶子看了就让人恶心 真的啊 这叶子看了让人恶心 就就就就 叫怎么用一个成语怎么说 反正就是心里边就是很缭乱啊 看了非常不舒服 但是看这个真正道代的这个雍正时期的啊 粉彩的这个何叶文 画的是多么的漂亮啊 它这种层次感 它的这种舞动感 立体感的画的非常的强 那这个这个房品画的就是垃圾啊 而且这个他用的这个款制 就是这个所谓的 现在说就是涂章 橡皮涂章摁上的 更恶心啊 嗯 这个这个当然了 锦德镇有卖这个涂章的啊 各朝代的都有 有的时候他那一兜的图章就得卖一万块钱的 你要什么款制 他都渴出来 电脑渴出来 然后你按在那个瓷器上就可以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花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